臺中一名父親在臉書指控 就讀國小四年級 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孩子 昨天因為作業池交件 是被班導師抓起來撞櫃子 再用手肘壓制 全身出現了多促的 挫傷跟瘀青 校方今天出面證實這件事情 臺中市府也展開調查 人本基金會則要求 馬上停聘 證明導師 照片裡小孩的背部 出現明顯瘀青 醫院診斷證明書中 還註記頸部前胸臂 有挫傷的情況 臺中一名父親在臉書社團 破文指控 自己有一個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的孩子 就讀國小四年級 十二號下午疑似 因為畫圖作業遲交 被班級導師抓衣領 騰空撞櫃子 再用手肘壓制 全身出現多處傷勢 校方十三號出面證實 他希望說 小朋友能夠完成他的畫畫 的作業 已經跟他講好幾次 從中午跟他講 然後一樣他就是延遲 沒有膠 他有抓他的手 然後可能就是壓制他碰到桌子 然後造成他背部後面的挫傷 校方強調概念學生曾經過鑑定 有特教生的身份 這名導師則有十多年的教師資歷 雙方的確有肢體碰撞 人本教育基金會則認為 台中市教育局應立即停聘施暴的老師 並且擴大調查是否有其他學生受害 我要求就是立即停聘接受調查 他不能再把這個有暴力行為的老師 留在教室裡面 他留在教室裡面的結果 學生敢說實話嗎 不敢 因為他是導師 教育局已經責成學校 確實依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辦法立即啟動調查 查明真相 若確實有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 學生的行為 依照教師法等規定 益處 研辦 絕不寬待 教育局說明 學校十三號完成校案通報 目前已啟動調查 若確實有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 學生的行為 將依教師法規定益處 最終可取消教師資格 九位父親截稿前僅低調表示 想先跟學校溝通 感謝外界關心 記者 台中報導